受黑雨影響 港股昨日停市 这是两个星期内第二次停市 都是星期五 上次是10号风球高挂 今次是黑雨 水曼金山 又风又雨 何其巧合也 本周股市四个交易天中 三跌一升 恒指收报18202点 较上周跌180点 升降稳率再度不振 五周围跌跌升升跌 弱势 十周围跌升跌升跌跌跌升升跌 六跌四升逆弱 大型上落市的走势仍持续 以五周围例 高点是8月7日的19537点 低点为8月21日的17623点 高低点相距1914点 现指数18202距高点低1335点 较低点高579点 从近日跌多星小的频率看 向下考验低点的几率恐怕 比向上挑战高点的可能为高 当然 这个评估不是绝对的 会受多种内外因素的影响 内地不断发出 组合权 目的是令出问题的流市可以快一点 软着陆 而日金为止 特区政府仍未有较实际的支持 活跃股市的措施出台 似乎效率慢了一点 虽然 专责小组已经成立 但却未有谈出一个所以然来 大家当然同意归根到底是要搞活经济 但具体的措施也不是全无作用的 起码是告诉市场人士 政府是听到声音 有所行动了 搞夜经济与促进股市交易可以相轨进行 而且可以成熟一项就推出一项 不是听你搞个通盘大计 才出来推销也 现时 内部经济环境也每放月下 你估下行的几率在增加中 这对港股也平添不少压力 所以 希望特区政府财金当局加快行动 对市场释出善意肯定会有实质和心理效用 我头牌讲过 行指17,900点关为兵家必争之地 现时拒之只有约300点之遥 可能说这么快就要面对 客观上 淡有大护卓穿这一关有较大的有因 因为这一关有遇千张牛正 上演逃牛 大赞一笔 淡有自然不会手远 下周策略 仍以防守为主 投机性浓的股份小占手为宜 我会继续关注私有化的股份 达利食品私有化的股票定9月8日寄出 下周应可收到